-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优惠几时通 今天总共有四点的优惠想要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要来跟你们分享是地价税的缴纳 接着会跟你们分享赵峰梅咖赖活出利率调降 以及会来跟你们分享一张全新行动支付最高25%的信用卡 接着会来跟你们分享另外一张全新公交到明年行动支付11%的信用卡 首先先来跟你们分享有关于地价税的缴纳 我这边稍微整理了几个有回馈的信用卡或者是行动支付 首先第一个是悠悠付目前的活动是公告到今年的11月30号 你今天只要缴交地价税累积满6000块就可以享有300元的回馈 那它是限量2万名的名额 如果说你今天累积缴交交满1万块的话就可以享有600元的回馈 它是限量15000名的名额 如果说你今天是新户并也在活动期间注册悠悠付 而利用悠悠付缴纳低价税的话 就可以再额外获得摩斯的商品券一张 它这次可以缴纳限制还蛮多 包含台北、新北、基隆等13个县市 如果说你今天要缴纳低价税的话 你就只能利用悠悠付钱包或者是银行账户 如果说你只要绑定信用卡的话 仅限定于台信银行跟玉山银行的信用卡 接着第二个部分就是台湾配跟兆丰银行 目前活动是到今年的11月30号 你今天早就用招风银行绑定台湾配角交地价税的话 每一笔都可以享有50元的回馈 那每一户限量回馈100元 而另外一个则是台湾配跟土地银行 目前活动是到今年的12月3号 一样你今天绑定台湾配角交地价税的话 可以享有50元的回馈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在超商角交地价税的话 我这边会推荐你可以使用Famipay 而Famipay的部分我这边会推荐几张信用卡给大家参考 首先第一张是星光环与现金卡 你今天绑定Famipay都可以享有10%的现金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100元 接着第二张是快点卡 你今天用这张信用卡绑定Famipay 在平常时候都可以享有3%的LinePoint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5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16666块 但是你今天早在周一到周五 并且在11点到下午2点之间 绑定Famipay消费的话 都可以享有15%回馈的加码 单比的回馈上限是30点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200块 这个加码每周限量前1万名的名额 所以如果说你本身有快点卡的话 我觉得拿来缴地价税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 兆风MegaLine在2022年的优惠公告 目前是一口气公告到明年的12月31号 但是比较不好的消息就是 他从明年1月1号开始 在10万块以内只能享有1%的活出利率 他从2017年到2020年都是维持10万以内1.2% 到了2022年终于要调整他的利率从1.2%降成1%的活出利率 而他是100元期期 并且每日记期每月复期 每个月可以享有跨转以及跨提各时次的手续费减免优惠 虽然说他的活出利率是有所调降的 但是我觉得他一口气公告到明年年底也算是蛮有诚意的 至少你今天把钱放在里面就不用担心说要不要去移转这笔金额啰 接着要来跟你有分享的是一张全新公告行动支付最高25%回馈的信用卡 这张信用卡就是华南的OpenPoint超级点数联名卡 那他是限量Open小将款的卡面 但是这张信用卡回馈的日期比较偏短 只有公告到今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老符合条件在一般消费单笔买500元都可以享有5%的OpenPoint回馈 他的条件就是你今天必须是新生办这张信用卡 并且在合卡的90天内消费才可以享有这个回馈的加码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1000元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2万块 除此之外你今天只要利用指定的行动支付消费符合条件都可以享有20%的OpenPoint回馈 他的条件就是你每个月必须新增2笔711元的消费 或者是当月累计消费满2711元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1000元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5000块 那他指定行动支付包含的Open钱包以及iCash Pay 那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行动支付可以使用的同路符合低效条件的话 都是可以享有20%的OpenPoint回馈 所以你今天只要利用这两个行动支付并且符合低效条件并且单比消费满500元的话 就可以享有回馈的叠加最高可以享有25%的回馈 而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他这次所推出来的Open小将款的卡面 非常非常的可爱 所以如果说你是那种很迷恋可爱卡面的 我觉得可以参考看看这张信用卡哦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是另外一张全新公告到明年3月31号行动支付11%的信用卡 那这张信用卡呢就是中信的雅虎联名卡啦 目前是公告到明年的3月31号 你今天只要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都可以享有11%的超正点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150元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1363块 他的指定通路在行动支付的部分包含了Apple Pay Google Pay 神送配 接口支付 PX Pay Famipay 以及Open钱包 在外送的部分包含了UberEat 以及FoodPanda 另外在影音娱乐的部分包含了Spotify Netflix App Store Google Play 等等的通路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得到这11%的回馈啊 它是有一个限制的 你今天必须在10月25号之后申办这张信用卡的人才有办法得到这个回馈的加码 除此之外你今天在Yahoo的指定通路上面消费最高可以享有6%的回馈 那这6%的回馈呢是属于迪迦式的回馈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你今天在Yahoo的购物中心以及商城消费可以享有3%的超正点回馈 加码2%呢总上限的是5万元 那如果说你超过这个金额的话都会以1%的回馈做计算 除此之外如果说你今天达到购物中心的会员的话就可以再额外加码3%的购物金 它这个购物中心的会员达成条件就你今天一年呢必须在Yahoo里面消费4次 并且累积消费金额达到8000块以上就可以成为这个会员 而这个会员呢你今天就算不是信用卡的持户啊一样也是可以升级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利用指定行动支付并且在Yahoo的指定通路上面消费的话 最高就可以享有17%的回馈 这张信用卡的回馈啊都是属于超正点的回馈 那超正点一点等于1元 你可以在Yahoo的指定通路上面折抵并且是无上限的 只剩的超正点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效期很短 它的效期啊仅仅只有两个月 两个月之后它就会自动过期 所以这张信用卡比较推荐给Yahoo购物中心的狂乐者 如果说你不是很常在Yahoo指定通路上面消费的话 这张信用卡也可能就要拿捏一下啰 好那以上就是这集优惠集中要来跟你们分享内容 如果说你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话也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天影片又跟你们分享到这边 如果说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不要忘记帮喜欢或订阅我 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我每次上线影片 想要关注我更多生活动态 欢迎发到我instagram或是在那边粉丝专页 也可以叫会员帮助我创作更多的精美优点影片 学历文下再见咯 掰不 其实我觉得华南很不错耶 就是华南一直都有在推出一些新的卡片 而且它的回馈都很高 虽然说这一次的效期是稍微短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跟冬奥的限量款一样 就是它回馈其实都蛮高 就是20%的回馈 我觉得是蛮值得加奖 因为毕竟华南算是官股银行 想不到它也是可以推出这么不错的回馈 那在于雅虎的联名卡的部分呢 真的就是推荐给雅虎的狂乐者 因为它的超正点的效期真的是偏短 两个月我觉得对于一般人来讲 其实很短耶 就是你可能你每个月都有固定在雅虎的指定通路上面消费 或者是在可以使用超正点折叠的地方消费 才有办法把这个点数使用完毕 不然我觉得两个月真的是有点太匆忙了 就有时候你可能还没想好要买一首它就过期 我觉得是有点可惜了 那另外就是在于 嗯 造风MegaLite的部分 虽然说它就是长年都没有更改 我一直以为就是官股银行可能都不太会改 但是呢还是更改 虽然说有点可惜 但是一口气关到明年 我觉得也是不错啦 那也欢迎你们在下面也告诉你们 对于这几张新推出的卡片啊 或者是造风MegaLite的调整有什么想法哦 对于这几张新推出的卡片啊